相信大家都接過許多的詐騙電話 喂 你在網路上的消費付款方式點錯啦 請陪我們到ATM前操作解除分歧唷 大多數的人可能都會選擇 但你知道嗎 其實這時候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可以阻止詐騙集團繼續騙下去了 還可以拯救許多可能已經上當 前即將被騙走的人 而且這件事只要花你一塊錢 嗨大家好我是秒心 相信大家一定都接過各種的詐騙電話 多數人可能都選擇直接掛掉電話 有衝藝點的可能就是跟詐騙集團聊聊天 試圖浪費他們的時間 但你有想過嗎 即便你很聰明知道這是詐騙 但總之會有人剛好一時迷糊 被詐騙集團給騙到 這一騙可能就是騙走他的養老金或畢生積蓄 難道說 我們真的沒有任何辦法 來提前阻止詐騙集團嗎 有的 真的 而且只要花你一塊錢 今天就來教大家如何使用一元 來摧毀詐騙集團的計畫 避免產生下一個受害人 首先來快速介紹一下詐騙集團 多數的詐騙集團 會有幾個常見的角色 手腦 通常是最聰明 最不好抓 常常都躲在國外 負責打電話騙人的機房 專門處理前的睡房 還有車手 負責把匯到帳戶的錢領出來 是詐騙集團風險最高 也最容易被取代 最容易被集團切割的人 人頭帳戶是詐騙集團裡最衰的人 通常也是被詐騙集團所欺騙 譬如看到了借錢 求職廣告 對方說要交出提款卡 來審核你的帳戶 然後就 傻傻交出去了 而因此被詐騙集團所利用 拿來做人頭帳戶 通常人頭帳戶 辣不到半毛錢 但卻很容易被告 甚至很多還因此背了刑責 跟賠償的責任 講完了詐騙集團的組成後 就可以來告訴大家 究竟可以怎樣制裁詐騙集團 幫助其他人不要被騙錢 那就是 之後如果在接到詐騙集團的電話後 請不要掛電話 你只要假裝受騙上當 匯款一元到人頭帳戶 然後立刻報警 請警察去凍結這個帳戶 詐騙集團基本上就無法再把這個帳戶 拿來騙錢 原本要配合去提款的車手 計畫也會因此被打亂 那你可能會想說 為什麼要匯款一元 接到電話就直接報警不行嗎 因為過往實務上 發生過有民眾好幸 打165專線去通報詐騙集團 但公務機關卻認為 你沒有實際受害 而拒絕處理的情形 所以說只要你有假衣配合匯款 即便只是少少的一元 你也是受害人 這時候去報案 警察就會去處理 凍結這個帳戶 那剛說的詐騙集團的人頭帳戶 也是騙來的 所以集團要取得一個人頭帳戶 並沒有這麼的容易 而且通常人頭帳戶都只能使用一次 所以對於詐騙集團來說 也是寶貴的身材工具 你幫忙多凍結一個人頭帳戶 就是在幫助其他人 避免他們被騙更多錢 那讓我們來重點提醒一下 以後如果再接到這類的電話 你在網路上的消費付款方式點錯了 請陪我們到ATM前操作解除分歧喔 你可以改成 蛤?真的嗎? 那我該怎麼做? 接著可以照指示去ATM操作匯款 然後還要提醒一下 如果詐騙集團叫你點英文介面 雖然你可以假衣配合 但我建議你選中文介面喔 嗯... 因為我怕你英文不好 一個荒詐按錯 然後錢就真的被騙走了 接著可以打165反詐騙專線 霍博110 詢問報案跟凍結對方帳戶的流程 也可以直接到警局報案 然後就大方告成啦 如果更多人懂得這麼做 詐騙集團就更難騙到錢 也更難營運下去了 最後想另外提醒一下 做這件事的其他負擔 雖然只需要配合匯款1元 但跨行轉帳還是會有手續費 所以如果是錢的部分 實際上的成本可能是十幾塊 當然如果你是很有正義感 滿腔熱血 想要制裁詐騙集團的人 這應該都小錢啦 另外要提醒的是時間的成本 因為報案凍結這個人頭帳戶後 你畢竟是受害人的身份 除了報案做筆錄要花一些時間之外 案件之後到了遞檢署 也可能會傳你出庭作證 所以可能會需要再多花一次出庭的時間 來協助理清案情 這部分也要一併提醒大家 在第四 ank頓的工作